台北爱乐青年管弦乐团演奏动人的乐音 为展览揭开序幕 国父纪念馆今年适逢建馆50周年 特别举办艺运先宗 建馆50周年典藏特展继52例建馆50周年管施展 首次大规模呈现多件珍贵史料 并首次公开展出五件珍贵的国父莫保文物 今天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把一年来 我们大概动用了全管的三组的同仁 一起来做策划的两档展览 现在的所在的我们的这个国外一档 其实是其中的一档 我们今天是联合开幕计程会 那这一档展览是我们的馆藏特展 那另外一档特展是在楼上的馆石展 那国父建馆就像刚刚的主持人讲的 就是我们50年建馆以来 其实啊随着社会的发展 随着历史的埋动 我们全管的同仁 不管老公亲 一起带来 然后跟随着台湾的命脉 一起来成长 一起来茁壮 其实发生了太多的故事 那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在卡树 怎么样来诠释它 所以我们今年系列的管制活动 除了有三档展览 今天就是两档 另外一档是跟生活女学有关的 已经开始了在我们的地下室 那另外我还策划了一场演出 那这场演出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已经到十月份 庆祝国庆展办 我首先先谢谢各位同仁的努力 把过去国父纪念馆 很丰厚的馆藏 在很好的保存条件下面 然后跟老师们合作 一起卡树出相关的礼物出来 然后还有细节的呈现 但是最重要的 各位知道 国父纪念馆成立的宗旨 其实是为了感念 敬念 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情谊 还有个人的情操 所以我们特别感谢中国国民党 国父秘书长 王副秘书长 我们国父经理馆里面的文物 有关于国父生山先生的实 就是真实的手机或者是文物 其实是有限的 还是相对的宝贵的 但是我们正在想 老师怎么样能够充实 相关的馆藏的内容 来做一个呈现 所以各位大家可以发现 在我们的国外一郎的中心 核心区域 就是展示了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手机莫保 那从这些手机莫保 跟他实际上面 身边的事物 除了在国父经理馆里面可以 大家可以亲近国父同向之外 更可以亲身感受到 活生生的国父 切身使用过 或者书写出来的文字书法 那个跟我们的连结就会非常的紧密 非常的亲近 所以首先还是要谢谢 中国国民党的这个王副秘书长 来大力的协助 那我们也会很珍惜 那各位在这场展览里面 也可以透过我们同仁很努力的 书写跟诠释 我们几乎所有的内容都已经 参与了文化部的这个点藏网 所以透过手机的QR Code 就可以感受到 就可以知道里面每一幅作品的内容 内容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丰富 所以这样展览非常值得大家的看 细细在那儿品尝 品味 那二楼的部分是我们的果然实展 果然实展这一角展览也很特殊 国父建议馆通常展览的方式 是会用壁画室成立的方式 那我们二楼特别把它处理成情境 模拟的方式 透过时光的长廊 曲折的向导 感受到国父纪念馆 馆员跟民众的互动 它的平常跟它的非常状态是怎么样 从建筑讲到人文 从活动讲到展览 所以非常的精彩 所以这两档特展是 全市国父纪念馆多样貌 当中的两个面相 国父首书自传 与国父在香港西医书院成绩纪录部 为国民党党史馆收藏 国民党副秘书长王玉敏 对国父纪念馆借由展览 多元发扬国父精神也深表肯定 那大家知道这个国民党跟孙中山先生的缘远 非常非常的深厚 孙中山先生是我们创建中国国民党的总理 那另外孙中山先生也历经十四的革命 带领大家创建了中华民国 所以每次来到国父纪念馆 坦白讲这个有点 就是非常的熟悉 而且也很喜欢来到这样一个地方 因为这个是以一个纪念馆 然后来弘扬孙中山先生 他对于整个中华民国的贡献 那所以今天这个国父纪念馆创建50周年 我们一定要共享盛举 当时王館长来国民党办会的时候就说 你是不是可以提供这个针基 然后呢一起来参与这个展览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特别提供了两件 我觉得也是很珍贵的这个针基 要来一起参加这次的50周年 鉴款的特展活动 那第一件呢 是待会大家可以看到 是国父在西书院时候的成绩单 刚刚这个国父纪念馆的研究员呢 特别说他花了很多的时间 真的认真的研究完一遍 国父的确所有的成绩里面 他把他排名了 他就是第一名是学霸 就是这个国父当年的这个成绩 的确是非常的好 那这个待会呢 所有的贵宾也可以去看 另外一个呢 是国父的自己的自书的这个自传 那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国父亲手写的 这样的一个针基的作品 那就是希望借有这两件的这个针基 让大家能更认识这个国父 认识中山先生 跟他更天性 那我觉得国父纪念馆 刚刚这个馆长已经讲了 这50年来 他跟台湾人民的生活 产生了非常紧密的连结 你可以看到 这个台北市市民 假日的时候最喜欢来的 这个这么多的广场 里面有这么多的展览 跟大家生活产生了非常密切的互动 那国父纪念馆更是海外的游客来到台湾之后 必定要来这个一看的这个经典的建筑 还有里面的这一些展览的作品 所以它已经是中华民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跟指标 那国父纪念馆在供养国父的精神 待会大家也可以看到另外两件真机 一个写的大大的博爱 一个写的是天下为公 那我想这个就是国父 为什么让他这么尊崇的原因 就是他真的有这个博爱跟天下为公的精神 而这样的精神 我觉得不断的可以启发我们后人 就是这些他的精神跟里面 用各种的方式 无论是末宝 无论是绘画 无论是其他的方式 我想我们都可以用更多元的方式 保存发扬光大国父的精神 典长特展分为四大主题 展出中山学说与馆藏书画 杜海诸家前辈艺术创作 中山文艺奖得奖者专题 以及国关主办奖赛得奖作品与馆藏作品选要 可说是近代美术史的缩影 其实这一档展览 我们分成四个主题 当然前面几位支持的 一包含馆长还有两位老师都提到 中山学兽在主要的核心区 因为这毕竟是国父进馆最重要的 当时建馆的主要任务 当然它后来慢慢发展成 比较像我们今天更认识的国父进馆 所谓的接地气的国父进馆 很多人在那边在这边运动 在这边就是从事任务所有的休闲活动 那展览是串起这些人 尽管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所以很多人是来看展览 或是来看表演演艺乐会 然后就顺道参与的国父进馆的成长 另外一页是渡海来台的 前辈的作品在这个展示的主要有点强 然后我们从一年龄排序也可以看到台湾早期的建设 它有过来发展的进化 然后第三个是中山文艺奖的东西 就是有关中山文艺奖历来的这样子的作品 曾经入场过那一天 就是这些人可能都是国父进馆的审查委员 或是曾经参加过国父进馆早期的竞赛生 这个杜老师和苏老师都以前曾经是参加过比赛者 特别的挑战 然后第四个单元是冲川展望 就是这里头有我们资深的前辈 也有我们最年轻的艺术心胸 官司展则是以民众角度策展 展览中更首次公开民国76年8月 馆内57位女性服务员 联署争取职场性别平等的展见 我们的素材来自馆内50年的摄影座 摄影的记录 因为我们有摄影馆 这50年来数万张的照片都在系统里面 我们也有很重要的王大文先生 那个团队那个时代的所有建筑书都完整地保留 而且都数位化在我们的公文档案系统里面 那我们又不要说一般正常的公文档案 然后加上这个实料 还有我们也很特殊的一个公文是 本馆50年来的大事纪要数千者也都在系统 数位系统 所以我们都综合这些产量 这个进行整个章品的这个筛选 那我们最后这个还有两个点 第一个点是我们这个产的价值 就是呈现本馆多元的这个馆室 那这些馆室都在我们的一个期待里面 那就是反映了本馆跟台湾社会长迷生活 艺术生活这样子的一个生态 一个历程 这是我们这个核心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呈现 那最后要跟大家报告的 我们分了五大组建筑创馆的历程 那当然是第一个咯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提到的 我们馆有很多的日常 更重要的是有很多的悲惨 那这些悲惨当然就是国家的大师 我们系统的每一位总统 这个政府接待以后的每一位总统 都在馆里面有很深厚的密切的一些足迹 再来就是国父这50年来 他如何在馆里面呈现 他还有我们馆 如何把他的足迹 也在全世界海内外这样子的说 最后一个样点是 我们刚才有提到说 反映着馆和台湾社会发展脉动的那个馆里 76年级的那个阶段 我们可以想象 在那之前 女性的妇女的这个工作群 常常是被压抑的 所以有一条是 为了保持端端的仪表跟活力 年轻的服务员不能结婚 不能怀孕 76年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副版在57位服务员的签署以下 委托会议律师事务所发起了整个推动全台湾性别平等工作的第一步 那当然这个教育部整个国家也很支持 所以推动不到一个月 这个 这个 这个透过一些座谈 这个游行 江部就来喊说 请国父纪念馆把这一笔 这个书面的契约给解下 这是国父纪念馆第一次 把这样子的历史呈现在 口片文件 这个还有照片里面 国父纪念馆建馆50周年管始展继典场展 透过展览邀请民众见证国馆历史 回顾半世纪来的走过点滴 记者林熙慧台北报导